開始腦筋幾爪彎 說到每次幾爪彎 我每次好像很難過你那一關 我今天一定希望能夠順利過關 哪有可能 好 既然你想順利過關 我就考你兩題 意思是 你不要瞧扁了我 我最久也能達到一題 先出第一題 第一題 阿姆斯壯 他下月球的那一剎那 他講的一句話是什麼話 這還不容易嗎 這世界現在都留下來 我的一小步是人類一大步 哦 錯 沒那麼簡單 奇怪 怎麼沒有人 還是說 錯 可能是氣溫一下去 怎麼這麼冷 答不出來啊 對 阿姆斯壯下的地下 下月球的第一句話 他講了一個美國話 他講的是美國話 對 他講了什麼話 對 剛才說音樂 沒有 當然 你腦筋集團 沒有就是這樣 還第一題嗎 來 出題 來 出題 算我輸的一題 這個 常常有一些人做一些休閒活動 對不對 那有一種休閒活動 上面很開心很高興 下面很痛 上面一用力呢 下面就流血 你直接說我的很難回答 你不要想 不要想 不要這樣 我怎麼會跟他說 你說的是什麼 沒有啦 今天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嗎 沒有啦 這樣我笑 大家笑得不對 不對的方向 這個是 刷牙 是不是 錯 有的時候 刷的用力還流血 不是 不是 那麼是 跑步 跑步 錯 是不是跑步 也不可能 不會流血 腳底也不會流血 有什麼休閒活動 乾拜笑 今天兩題 可能都過不了關 不好意思 但是我不敢 你這題目一定要說得我們 心服口服 是什麼休閒活動 是啊 他那個我也不知道 我看那個 腦筋急轉彎的書 他是說什麼 他說那個休閒活動是釣魚 釣魚 釣魚的上面 上面很開心很高興啊 下面如果勾到的話很痛啊 很痛 對 上面一用力 有可能 魚就流血 是啊 太難了 太難了 我給他 輸了就完了 好 其實反正你把我撕倒 現在開始要告訴我 告訴我 說到這個每個人 有很多人有他的這個 休閒習性 集油的啦 集一些照片的 釣魚的啦 那麼有一個軍醫啊 他是軍中是當醫生 嗯 軍醫你就知道 想方便 很多人都想方便錢 是免費的就是 割包皮 哦 很多當兵的 趁這個時候 就讓軍醫來處理一下 對 這軍醫啊 這個在裡面行醫 幾十年了 割了不少 他有一個習慣 就把割下來全部保存起來 啊 存著存著 後來年屆退休的時候 心裡想 這麼多皮啊 丟掉也蠻可惜的 是是是 這樣子好了 做個紀念 找了一個皮匠來 啊 你就幫我把這些皮啊 補補臭臭 做成一個小錢包 讓我隨身攜帶 對 這個皮就不一樣了 是是是 這是人皮 意義不同 對對對 這是我行醫多年的一個 一個紀念 是啊是啊 麻煩你拿那個 哈哈就把皮收走了 過兩天 約好的日子一下 坐好要去拿了 一拿奇怪 不是小錢包 變成一個手提 手提包很大的一個小皮 大行李箱 變成皮箱了 哎呦 這怎麼會變成皮箱呢 不是叫你做個小錢袋呢 皮皮有那麼多 那個皮箱說我知 我就搓一搓摸摸 它就膨脹起來了 謝忻啊 你這是什麼皮 怎麼可能 笑話有的時候 也沒什麼邏輯 是是是 聽起來啊 太喊我也覺得 笑話是 笑話 笑話